目前中國大陸的民眾呢 是越來越敢於探討和評價中共了 不僅如此 就連警察等國家機器的內部人員 也因為認清了共產黨而聲明退出 好 一起來看看這一期的三退精選 小谷說 我叫小谷 最近和兩個朋友在一起無意的交談中 才明白真實的中共 和我們生活的大陸社會究竟怎樣 明白了法輪功的被迫害的事實 和中共對各個少數民族 和中國普通大眾的殘害 內心震驚 我自願退出共青團 徹底明白了中共不是中國 做一個真正的中國人 也希望大陸可以早日突破網絡封鎖 更加唾棄在大陸依舊持續的人體展 化名上升的警官說呢 聽到三退的真相 我很在意 因為我是一名警官 在警官大學入的中共邪黨 中共邪黨在老百姓心中已經微信掃地 這都是中共邪黨自己一步步做出來的 在此我也聲明 退出中共邪黨的黨團隊等邪惡組織 做一個有良知的中華人